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第一期的水稻已经陆续的进入了抽税、运税的阶段 但是近日接获许多的农油反应 水稻田里发生的严重的空包弹情况 而经过了花莲县政府寒请中央 渐行启动天然灾害救助 也获得农委会在5月26号同意公告办理 也请所在地的富里乡、玉里镇、浊西乡 这三个乡镇地区的农友 可依规定前往乡镇公所申请办理 救助的额度标准每公寝18000元 从即日起到6月5号下班的时间为止一共10天 到农务必要注意时间前往办理申请 尽速的前往各在地公所来申请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 与其是不受理的 请农友们要特别的注意 第一期水稻已经陆续进入抽税、运税的阶段 但是近日接获了许多农有反应 水稻田里发生了严重的倒碎不忍石 俗称空包弹的情形 经过华林省政府含请中央 鉴请启弄天然灾害的补助 已经获得农委会在5月26号同意公告办理 动农也表示情况严重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救助案经花莲县政府建请中央之后 开放复理箱、玉里镇、卓西箱受理申请 并从5月27号起到6月5号总共有10天 这三个乡镇地区的农友 可以依照规定前往乡镇公所申请办理 救助的额度标准每公顷1万8千元 现在反应就是水稻不忍石 就是我们俗称的空包弹 也就是说它没有入浆 没有入浆就不会导致后面的一个白米 一个沟头 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当然整个的不忍石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那这个部分跟气候有关系 那我们就尽量来由勘察小组 专业技术的这个部分来移清这样子一个情况 华年深圳政府再一次的呼吁 卓西玉里复里的水稻农友 请务必要注意并且把握受理的日期时间 尽速前往各所在地公所申请农业天然灾害补助 预期将不予受理 至于其他没有公告救助的乡镇地区 如果有发生不忍石的灾情 请农友也要尽速的前往公所来通报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